观众朋友 上周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 评出了世界上十家的最宜居的城市 奥克兰市名列其中 那么奥克兰市为什么会在这一评比当中脱颖而出呢 我们来看相关的资讯 据经济学人信息部最近的评选 奥克兰进入排名前十的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 坎德伯雷大学旅游学的讲师 Jerry·佩瑞格博士为人们揭示了其中的原因 佩瑞格博士表示 奥克兰是新西兰最国际化的城市 同时奥克兰的国际交流 公共交通和医疗护理也表现不俗 但佩瑞格博士认为 这并不意味着新西兰其他城市的生活质量不行 比如基督城 由于地震影响了排名 而惠林顿生活质量排名 今年也出现了下滑 尽管惠林顿在生活质量各方面做得不错 在《独立星球》杂志进行的 世界移居城市排名中 基督城排名第六 这本杂志的评语是 基督城是一座从废墟中重生 与惊人的决心和天赋混合精神的城市 佩瑞格博士说 宜居城市的排名 很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居民 移民和投资者 而维持新西兰高排名的因素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如城市基础设施 医疗教育环境政策 和降低犯罪率的行动 和相关的积极政策 佩瑞格博士还介绍说 《经济学人》杂志 并不是唯一排名世界各个城市 宜居性的杂志 在美市的去年 最宜居城市排名指数当中 奥克兰排名第三 霍林顿名列第十三 在今年美市的排名当中 奥克兰市是新西兰 唯一进入前25位的宜居城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